日本足球为何能够称霸亚洲 以下图片是2019年4月6日 在去东京迪士尼的路上拍摄的球场照片 从设施和规模上看 这应该只是日本的一个社区球场 但充满了人气 停车场都是家用车 比赛既激烈又欢乐 通过学习欧洲和南美的模式 日本在近30年建立了基层优秀教练 加基层俱乐部加定期对抗 加青少年联赛的科学足球体制 让足球真正成为全民运动 彻底激发了潜力 如今日本男足打遍亚洲无敌手 稳居世界二流 正向一流迈进 日本有现成的经验和路线 失一长计 下定决心好好学习 相信十年内中国男足定会脱胎换骨